体重可能符合这个尿布的尺寸规范 可是呢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宝宝是属于腿酷肉的宝宝 或者是细腿的宝宝 很粗的话呢 那个尿布包裹上去 它可能会造成勒痕 其实宝宝会很不舒服 嗨大家好我是南希妈 尿布呢是每个宝宝一出生用到的第一个商品 那请问宝宝的第一片尿布 我们应该怎么挑选呢 今天就让妈咪爱来教大家几个小秘诀吧 一般来说呢尿布分成两种 一种呢是像这样粘贴型的 或者是拉拉库型的 粘贴型的呢通常就是给刚出生的小宝宝使用的 那拉拉库呢则是适合大概一到两岁以上 会走会跳的小朋友才可以开始使用 那其实我会推荐给妈妈就是 当宝宝会走会站之后啊 可以准备一些少量的拉拉库 就是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站着使用 就不需要一定要找到尿布台去做更换尿布 其实有时候蛮方便的 很多妈妈呢会用公斤术来挑宝宝的尿布 但实际上呢挑尿布如果单纯只看公斤术是还不够的 卷尿布之前呢建议妈妈可以先问自己四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要问自己的呢一定是宝宝的体型 因为有的时候呢体重可能符合这个尿布的尺寸规范 可是呢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宝宝是属于腿裤肉的宝宝 或者是细腿的宝宝 因为像有的时候腿裤肉如果说很粗的话呢 尿布包裹上去它可能会造成勒痕 其实宝宝会很不舒服 可是如果你买的太松的话呢 尿尿又有可能会从后面或者是两侧露出来 所以一定要先注意宝宝的腿型特别是腿围的部分 各家的尿布呢通常版型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妈妈在选尿布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得先量宝宝的腿围 那宝宝的腿围呢我们就是量这个大腿内侧最粗的地方 确认尿布的腿围的地方是不是适合你的宝宝 再做选购 尿布呢通常都会有腰围的弹性设计 其实太松或太紧都不太适合宝宝 而且在黏贴这个尿布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呢它的左右的号码上面都有编号 左右的号码呢一定要去对齐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宝宝实际穿上去之后呢 你把手指放到大腿的内侧这边 大约是可以放进一指到两指的松紧度是最适合的 穿尿布还有一个小秘诀可以提醒一下 爸爸妈妈不要不会漏尿 就是尿布都穿完了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把手伸进去 把里面的这个防漏侧边稍微往外拉一点 让它就是真的有在接尿的感觉 这样子尿布比较不容易露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我会推荐新手妈妈们啊 尽量选择有尿湿显示的尿布 那什么是尿显呢 尿湿显示其实就是尿布上这条黄色的线 通常是做成黄色的 这个线呢如果变色了 就代表该换尿布 代表里面是湿的 可能有尿尿或是大便 该换尿布咯 除了看尿显之外啊 其实通常我会建议新圣额的 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 新圣额的尿布啊 最常建议四个小时一定要更换 或者是看到它变色了就可以更换 因为新圣额的屁屁它其实比较焦嫩 所以会通常建议 你们换尿布的频次可以再多一点点 最后一个重点呢 相信各位爸爸妈妈都知道 新圣额的屁股是非常非常的焦嫩的 所以呢尿布的透气度 吸水力跟柔软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南希子想提醒大家 我觉得尿布呢其实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 只要选到了不会红屁屁 不会漏尿 它就是一个好尿布 希望妈咪们都能找到 适合自己宝宝的尿布哦 嗯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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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